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昂 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今天进入基督教要义的第137课 关于祷告的题目第三讲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的第二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二十章六节到七节的内容 进入到第三卷之后呢 我们就谈到了承受在基督里面的福分的方法 我们谈到了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是借着信心 然后又谈到了重生或者说悔改三节三章到五章 讲到了这种持续的重生之后呢 我们持续的更新的生活悔改的生活之后呢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六章到十章 然后又谈到了这种生活的性质 不是功劳啊 称义的结果 然后11章到18章 后来就谈到了这种称义带来的果效 就是使我们良心得以自由 19章 那进入到20章了 我们就开始讨论到学习到祷告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这种祷告为什么放在第三卷来谈呢 实际上都是和承受在基督里的福分有关 前面说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 然后什么 然后这个也是借着祷告 知取在基督里面的丰盛 这是20章一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就说到了 即便是基督里面为我们赚得了一切的丰富 如果我们不在他面前迫切的去祷告寻求的话 我们也无法享受 所以即便是基督为我们赚得了无限的丰富 如果我们不祷告的时候 就突然有很多恩典 不是上帝主权性的单方面的 直接赐给我们空投给我们就可以了 而是上帝设计了让我们透过祷告来寻求 来知取来发掘藏在基督里面的丰盛 所以祷告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在第四卷里面的时候 谈到教会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也会谈到这个蒙恩的手段 所以在今天的概念当中 祷告是蒙恩的一个途径 一个方法 一个手段 21章到24章就会谈到拣选预定论的问题 然后25章就谈到了这个末后的问题 那复活为什么要在这里谈呢 那当然了 是借着基督的复活 我们才有份于复活 所以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初熟的果子 以后我们也会复活 所以这个以后要谈的 之前呢 我们谈到了这个关于祷告的四个正确原则里面 第一个我们谈到了要超越自己的心思 我们不能广专注于祷告本身 我们比起专注于祷告很重要 但是要超越这个 不能只是注重祷告求内容本身 还要留意我们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思去祷告 所以当我们思想自己的心思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很多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 所以心思要更新 祷告可能太过于功利的话 只是求求为了得到应答 我也结果 但是祷告最高的精髓 就是求神的旨意 不要照我的意思 哪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在祷告当中最大的收获 不仅仅是获得应答 而是在祷告当中 我这个人被改变 我的思想渐渐地明白神的旨意 渐渐地降服在神的旨意面前 因此我的心与神的心意一致 明白神的旨意一致 这样的过程能越祷告 我这个人就越变化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加尔牧师提到了第一个 就是要超越自己的心思意念 自己的想法 带着这样的意念和想法来祷告的时候 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 我要留意我是怎样的态度 怎样的想法来祷告的 改变它 我自己就发生变化 我们是用这样的话 一般性的话来表述 我们之前也查考了 很多东西都是根据圣经总结出来的 我们中国教会的基督徒 受到这种敬虔主义 受到这种神秘主义 甚至受到灵恩派 一种反理性 反教义 反教理的这样的传统和倾向 第一个是传统 第二是倾向 有这种倾向 虽然有的人不完全反对 但是有这种倾向 那为什么这都是人的道理 什么叫做超越自己的心思意念呢 好像跟圣经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查考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背后都是有圣经根据的 只不过是我们用一般性的语言 来归纳总结了圣经的教导而已 所以在这里面这是第一个原则 那今天呢 我们将学习第二个原则 就是恳求我们必要 却没有的啊 我们的缺乏要祷告 而且祷告是非常必要的 如何祷告呢 恳求啊 然后下一周我们学习 撇起自义依赖神的怜悯 然后最后我们会学习 在如何悔改与确信的盼望中恳求 那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这个第二个祷告的正确祷告的规则 一开始 加尔牧师就阐述了这个第二个规则 他说到在祈求的时候 我们必须真实的意识到自己的贫困 可能跟三连不太一样 我做了修正 所以以后不再追溯了 真正认为我们祈求的一切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祷告伴随着获得所求之物的真诚的热切的愿望 热烈的愿望 注意这有三段啊 真实的意识到自己的困乏 第二 真正认为自己祈求一切是所需要的 真的 这就经过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了 然后而且祷告时候要伴随着对所获得之物 对要获得的 祈求的那个真的具有这种愿望 你发现这种包括意识 认知和那种迫切感 那种热烈真诚的那种愿望 提到了这个祷告正确的第二个 正确祷告的第二个原则 随之之后我们进行的这个卓步的说明 就可能会帮助大家体会到 为什么他说第二个原则是这样的 为什么具体的这样的内容 他会这么说 就体会到了这样的原则的重要性 此原则与这种原则相悖的情况会出现 简单的总结 与此原则相悖的情况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敷衍形式的祷告 刚才我们谈到了几个重点 真实意识到真正认为 然后真诚热切的愿望 与之相对违背的情况 就是这种敷衍的形式的祷告 那具体也分了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在需要的方面 前面也说到了 对自己的需要有这样的意识 许多人敷衍了事的重复 注意敷衍是一种祷告的态度 随便的轻易的不经过大脑的 随便的重复固定形式的祷告 就不走心嘛 像念佛念经一样 不走心的 不用心的 仿佛向神交账一样 义务感 报告一样 完成任务一样 这种应付草草的 虽然他们承认祷告是脱离困境的必要的救法 他们知道 他们祷告却仍然只不过是出于习惯 履行义务而已 习惯性的 履行义务一样 注意能体会到什么 不是带有强烈的那种愿望 不是带有清楚的 自己需要什么这种清楚的意识 认真的 真诚的 而是敷衍的 行事的 不走心的 习惯的 履行义务的 内心冷漠的 心思冷漠的 然后甚至不细心思考 对他们所求的东西 他们都没有慎重的 谨慎的 细心的去思考过 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张嘴就来 习惯性的 天赋 我感谢赞美你 对于缺乏的这种某种泛泛的 混乱的感觉 促使他们来祷告 但是他们不能失误 并不能使他们将其作为 一件迫切的 要实现的事情来祈求 虽然他们泛泛的 带着一种混乱的感觉来 促使他们祷告 好像有困难了 他们知道要祷告 但是来了 泛泛的 然后混乱的这种感觉来祷告 并没有使他们将其视为 一种迫切的 清晰的 对自己这个需要 有强烈的意识的 这样的祈求 好使他们获得 这个需要上的满足 有需要 有问题 但他们的祷告呢 不走心 行事的 出于习惯的 心思也就冷漠的 并没有对自己 所需要的问题 有个深入的 去审慎的思考 带着明确的 这样的态度 来到神的面前 去祷告 而是泛泛的 甚至混乱的那种感觉 没有那种迫切的 要实现的这样的事情 来迫切的向神祷告 所以就敷衍行事的祷告 当我们谈到这一些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必要思考 我们过去的祷告当中 有多少是这种 出习惯的 张口就来 闭上眼睛 张口就来 因为老基督徒了 这个从小信主的 或者是信主 六七年 十来年的 祷告也做了不少 各种形式的祷告 一闭嘴就张嘴寄来 甚至有的时候 嘴在说 心散漫 思想还思绪还混乱 飘来飘去的 所以这种在需要当中 没有那种带着强烈的需要感 那种迫切感 来到神的面前 真诚地向他祷告 只不过是一种缺乏内心 热忱 慎重 迫切 渴望 而带来的一种形式的祷告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这个在认罪方面也是 祈求罪得赦免 同时却认为自己不是罪人 主啊 我是个罪人 我是如屈如虫的 卑微的罪人 我们生在罪中 死在罪中 我就是个罪魁 罪人中的罪魁啊 虽然嘴上这种背着 基督教圈子里面 大家都熟知的一些 非常套路的话 但是骨子里面 并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我刚信主 也不能说信主吧 反正被我母亲传道 然后也是圣灵做工吧 但是不能说真的 那个赌信不疑啊 就应付他 为了安慰他 然后那个时候 上帝也把我的 所有的仕途都堵住了 毕业以后就没地方去了 在家里面 跟我哥哥帮他忙 去经营这个商店的同时 那个五金日杂商店 日用百货商店 在那空虚嘛 礼拜的时候就去礼拜 就会出席绝对是百分之百啊 不辣 但是你说我信嘛 感觉不到什么上帝的 一方面跪下来 主啊我是个罪人 求主赦免我的罪 一切的罪 然后报告一下 其实骨子里那种自意 觉得自己啊 也虽然是从基督教的 这个圣经的说法 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真的让我承认 自己是罪人的话 说实话 并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因为那个时候还真的对自己那种坏到透顶的那种罪人 本身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虽然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说脏话 然后什么抽烟 然后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坏事 但是没觉得自己什么邪恶的罪人 但是后来呢 被圣灵光照以后 发现自己不只是做了一些坏事 骨子里面 思想当中 实际上从人的角度 社会的角度 我可能比别人 这个好孩子 好学生 人家吃喝嫖赌 咱不那么干 但是 还有一种罪 就是表面看着好像是 没做什么大恶 但是人内心当中的什么骄傲 嫉妒 自意 伪善等等 发现甚至我们做好事的行动 做上帝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内心当中有时候都掺杂一些不洁的思想 那种虚荣或者骄傲 动机不纯的时候 就发现我们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一思考里面都带着罪 罪的污染 我们甚至做好事的时候都动机目的都不纯 所以真的是罪人 我们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失误 做了什么坏事 闯了什么坏 闯了什么祸 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 甚至做了传道人之后 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软弱 所以我才这样 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软弱的问题 是我们本身就有 就是这样 不是因为我软弱才犯错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罪人 所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和我的本性是对应的 是对称的 只不过是上帝恩典托弃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作恶 或者说我们得以顺从神的话 如果上帝抽离他的恩典的话 那种龌龊的生活 那种败坏的生活 那种犯罪 充满罪恶的生活 那是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 都会过的一种生活常态 所以什么意思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认罪 但是真的没有从骨子里面 深刻的意识到自己是罪人 所以虽然认罪 却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这个不管是木道友们会犯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越信主越久 越发现自己邪恶的原因 因为你越究竟上帝 越被他光照 越发现不是表面的罪 哎呀我抽烟 打人了 骂人了 说脏话了 我曾经什么做什么坏事了 不是行为坏而已 甚至你的里面的心思 你的意念 你这个人骨子里面就有问题 所以认识神的程度 和认识自己的程度 是成正比的 越认识神 越认识神的道 越认识自己里面的败坏 越接近上帝的荣耀的时候 以赛亚 使徒约翰 保罗 彼得 摩西等等 举步圣据 越遇见神的人 他们都产生一个 共同的反应 就是发现自己的罪恶 发现神的荣耀的同时 也看见自己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那种悔改祷告 都不走心 一面 我是罪人 实际上 不怎么承认自己是罪人 觉得自己还不错 不像谁谁谁 就像法利赛人似的 法利赛人 伪善是一种 伪善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 没有意识到 不觉得自己真的是有罪 我不像别人那么坏 这某种程度 也是事实 但是我们只看到了 表面上 我不像谁谁谁 那么坏 脾气那么坏 等等 或者是 怎么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 我们骨子里面 有无限的 那个 就像干水桶一样 只不过没脚而已 里面沉淀那些 发瘦了的 发臭了的 那些残汤剩菜 那些渣子 污秽的东西 但是适当的 适应我们 适合我们的环境 一旦临到我们 我们里面的一些恶 污秽就会涌出来 所以这是这方面 至少还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情况下 在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情况下 求神饶恕 体会一下 就形式上的表面的 对吧 这是公然的在嘲笑神 那么还有比这更令他憎恶和咒诅的事情吗 不走心 不成心 不认真 自己祷告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虽然在做着比较正规的形式上 外表上做着正规的祷告 主啊 我是和罪人求主赦免我 但是骨子里面却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甚至在不认识自己罪人的情况下 向神求神饶恕 就是习惯性的吗 形式上的吗 套路上的吗 这个可能大家不是故意这么做 但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不走心的情况 所以这是敷衍形式的祷告吗 那我在 加罗牧师在前我已经说过 人类满了堕落 因此他们常常表面上向神 祈求很多的事 表面上 但是他们虽然好像在求神主啊 帮助我 这个帮助我 但是他们骨子里却相信什么呢 这一切并非是出于神的恩赐 这种情况常见啊 很多弟兄姊妹祷告 得到了应答了以后 他们却不认为这是神的恩赐啊 不是因为神怜悯我 因着神自己的信使和恩赐应答我 往往要么就是认为这是自己如何如何 你看我这样 所以是这样 然后要么就是这个都是自然而然的 你看我努力的结果 偶然的 或者说一切都是自然的 我命好 然后事情点高 运气好 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一方面祷告 他却不相信这是神出于他的恩赐的赐予啊 然后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得到 其实这个不是神祷告的应答 只不过是偶然的别人上帝借着别人帮助了我 或者怎么样 都是以种自然的方式去诠释啊 所以你发现他在祷告求神帮助的时候 他却不相信祷告的应答 或者是他们已经拥有的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常常好像在祷告 却不相信祷告得应答 不相信这是上帝的恩赐 不相信上帝出于他的怜悯和能力 信使垂顾了我的祷告 应用了我的祷告来成就的 都是以一种不信的态度 却坐着祷告啊 表面上向神求很多的事情 但是在骨子里面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应答 成就了以后 也不认为这是 神出于他自己的信使和恩赐 对我们的回应 都是出于什么 要么自己的功劳 要么自己的努力 要么就是自然的 偶然的 或者说啊 这都是把功劳归给别人 你看我混得好 所以有这么多人爱我帮我 都是以自然的 跟上帝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却向神祷告 所以这种行事的祷告 无言行事的祷告 他们没有那种信心迫切的依赖神的心 但是他们却行事上向神祷告 却又不相信上帝会以他的恩赐 或者是祷告应答了 他们却不认为这是出于神的应答 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这种味道了是吧 祷告 但是他们不具有这种祷告 应该有这种姿态 态度 热情 迫切改 第三方面 就是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的向神祷告 他们只是只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他们用祷告许愿 可以平息神的愤怒 这个话好像有点模糊 总之他认为 我如果不祷告神就会生气 所以我就反正不祷告 就怕神不高兴 所以就 基督徒 不祷告神不高兴 神会管教我 然后就不得不做一些有口无心的 又不知道该祷告什么 又没有迫切的心 所以就心不在焉的去堆砌一些话语 然后以为这样的祷告 可以哄着上帝 不向我们发怒 这种心不在焉的向神祷告 所以加尔文牧师说的 信徒应该特别的小心谨慎 避免这种不是发自内心中的 这种不真诚的 也不渴望从上帝那里 那字了 不真诚的 不渴望从上帝那里获得所求之物的 祷告 不走心 不真诚 不渴望 不热切 然后就来到神的面前 就嘟嘟当当的说一些 有口无心的 心不在焉的这样的内容 事实上 在那些唯独 为了神的荣耀 而献上的祈祷的事情上 虽然乍看起来好像不是 跟我们的这个缺乏好像无关 但是我们仍然应该以同样的 这样的热忱去恳求 注意哈 这里强调的是走心热忱 既然祷告 这种祷告就应该是发自内心真诚的 对自己所求之物 带着热切的盼望和渴望 热忱的 而且是恳切的祈求 哪怕是 不是跟我们直接那个需要有关的 我们缺乏 无论是属灵的还是物质的 没关系的 可能有些是求神的荣耀的 但是即便这样 也要热忱的 恳切 例如 在我们祷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主导文 我们必须如饥似渴地盼望 人真的 尊他的名为圣 而不是像被使徒信经一样 信仰告白 或者是散会了 这个主导文结束 说一套 脑子也不用思考 心也不要动 嘴就可以滚瓜烂熟地去背出一些这样的内容的 真的带着热切 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这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不是只是礼拜程序当中的一个口诀而已 行事而已 而是真正成为我心中热切的盼望 以至于这个盼望 热切的盼望 在祷告当中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迫切地恳求 人们真的能够尊神的名为圣 热切的 不是心不在焉的 真诚的 恳切的 渴望 那有的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意义 说 促使我们祷告的这种必要性 我们觉得需要祷告的这种需要感 必要性 原因不尽相同 不都是一样的 不错 关于这点加尔文也不否定 因为圣经里面也说到了 的确是我们祷告出发点 就是为着不同的需要祷告 所有的祷告不都是因为同样的需要祷告 比如说他举了雅各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就该祷告 雅各书五章十三讲 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要祷告 所以在这里面加尔文解释到 常识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极其懒惰 加尔文牧师的教导里面 很多都是特别批评攻击的对象 就是懒惰 无论是自由意志里面 讲到因心称义的里面 很多恩典的主权的里面 主权的恩典里面 谈到这一切恩典之后 马上就谈到 不可懈怠 懒惰 当然有的学者可能认为 他是受斯多亚的这个 哲学的可能影响 哲学里面什么 殷勤 什么节制 等等 都是美德嘛 勇敢 正直 等等 当然这里面 我们看到他 他说的 上帝有的时候 刻意的 为了刺激我们 避免我们懒惰 所以 借着各样的环境 借着各样具体的需要 迫使我们来祷告 比如说 苦难等等 那这就是大卫所说的 当趁你可寻求的时候 它是有时候的 在那个时机里面 我们就应该 针对某个需要 这种需要压迫 觉得如果不来到 神的面前祷告的话 我们就无法担当 所以这种压迫感 这种迫切的需要 催促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祷告 诗篇三十二篇六节 因为正如他在 其他几书经文所说的 我们被冤屈 烦扰 恐惧 以及其他种种 试探压迫 越苦的时候 就越来到神的面前 越有来到神的面前的 这个自由 仿佛正邀请我们 到他这里来 上帝 我们讲到户礼的时候 也多次谈到 上周我们也谈到了 就是上帝 为什么会让 一人在地上受苦 让恶人横童 出于他救赎的目的 或者是救恩的目的 为了恢复我们 完全神的行星样式 为了成全救恩 在我们身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我们个人的救恩的角度 要更新 改变我们的角度 让我们经历 他的恩典的角度 彰显他荣耀的角度 有很多 但是出于诸多的理由 为了我们的益处 他没有把我们的生活 设计得一马拼穿 如同温室一样 与各种冷空气 各种飞沙 各种冰雹 各种烈日 暴赛 都隔绝了 使我们在这种 适当的温度里面 湿度里面 健康的成长 不是那样的 反而丢到试炼的炉里面 为什么 为了我们的益处 我们里面有太多的渣子 如果太顺境了 我们就会懒惰 懈怠 所以上帝常常借着各样的试炼 炼我们 像真言书里面说 顶为炼银 炉为炼鸡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上帝反复地熬炼我们 先知书里面 上帝 耶和华上帝 如同漂泊的 如同摇将 反复地坐下来 要试炼 炼尽他的百姓 听起来就令我们毛骨悚然 如果一个人不爱上帝 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和计划 不爱慕那个最终带给我们 成全完美的救恩的话 不渴望恢复神的行星样式 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话 一个天然人 谁会愿意接受 这种恐怖 毛骨悚然的事情 上帝竟然坐在那里 要定睛在我们身上 按手在我们身上 要炼金我们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意味着我们的人生 就不可能有平平安安 舒适 一定会在一生当中充满痛苦 但是领受了神的启示的亮光 尝过他天恩的滋味 有了蜀天的盼望 晓得他救恩的计划 和他恩赐和丰盛 他的良善 又晓得自己这种败坏的生命 若不借着上帝特别的作为 我们就不可能改变的 带着将来自己荣耀的复活 那种盼望 认识自己 恨恶自己 肯舍己的人 才愿意接受上帝的十字架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种 雕琢的工作 所以我们信的人才 欢欢喜喜地忍耐等候 信的人才 因为盼望那个荣耀 才轻看今世的羞辱 比起将来显于我们荣耀 就算不得了什么了 这极重无比的 这至斩至轻的苦楚 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 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来看的话 就无所谓了 就不算什么了 因为我们有信心 知道上帝的旨意 因为我们有盼望 知道将来带来的结果 所以就欢喜忍耐着 去接受这样的 所以上帝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给我们摆上环境 这正是上帝对我们爱的 凭据和证明 没有信心的人 无法理解这件事情 为什么信他 我这么热心信你 事情还这么多 正因为你热心 正因为你爱主追求 撒旦也拼命攻击你 抵挡神的势力 也拼命攻击你 然后凡立之 进前度日的圣徒 都会要受逼迫 有苦难有失恋 上帝你看到旧约到新约 凡那些敬畏神爱神的人 上帝都留意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去雕骁历练造造他们 让他们成为更卓越的人 不是数世界的成功 不是在这个今世的成功和地位 财富的问题 是让他们这个人格 更加成熟 更加卓越 恢复神的这种 行鲜样式在他们身上 当然 他们为这一所受的逼迫和困苦 上帝将来 所要给他们的荣耀 这个回报 赏赐 祝福 那个是没有办法用地上的 这个短暂的受苦 可以衡量的 所以上帝有的时候 借着这种苦难 激励我们 我们可以透过牧羊的这个常识 来做个类比 为什么牧羊人 故意将绵羊群里面 放几头山羊呢 根据牧羊人的说法是 绵羊他喜欢巨堆 冬天天气一冷就巨堆 然后也傻乎乎的好像没有心眼似的 聚在一起就把同胞给压死了 早晨一起来 牧者该心疼了 那一头羊也好几百上千 压死了好几头 放个山羊呢 山羊比较淘气 横冲直撞的 然后又不安分手 好动 就把这些绵羊挑来挑去 防止他们过度的巨堆 又让这些羊呢 不至于太懒惰 以至于这个脂肪太多 他拼命地跑 拼命地跑 健康嘛 这种肉质也好 健康又抗寒 又健康 又不容易得病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可能人会放那个牧羊犬 牧羊犬规范这个羊 等等等等 圈着看着等等 所以总之呢 上帝喜欢用各种智慧 用他的护理和安排 在我们生命当中 安排一些麻烦事儿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 别抱怨上帝 别怀疑上帝 反而更要感恩 就是上帝用心良苦 为了成就他的善 在我们身上 所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反而促使我们 更加热气地 迫切地来到他的面前 寻求他的帮助 那个苦难临到的时候 麻烦临到的时候 令我们感到揪心的事情 压力大的时候 正是寻求他的时候 正是神等着 悦纳我们的时候 要求我们来到他面前 支取他 给我们的恩赐和丰盛的时候 所以患难是 神爱我们的 其中的一个记号 还记得使徒保罗 他跟哥林多教会 弟兄姊妹 陈明他 拣选呼召 他给他使徒 执愤的这个记号的时候 他谈到了什么吗 他谈到了什么吗 他谈到了 他是被鞭打多少次 被假弟兄卖了多少次 遇到传坏多少次 遇贫穷 遇盗贼等等 这样的事情 是夸耀自己的苦难 这种苦难 正是真仆人和 假仆人之间的区分 真使徒和假使徒的区分 你就意识到了 使徒们领受上帝的启示之后 他们如何理解 神的仆人和假仙知 假使徒们之间的区别 真正的神的仆人 未到甘心受 假仆人是遇见患难就逃跑 假仙知都是选择 十字架道路之外的路 宽门宽路容易的路 当然我这里面讲 不是什么三字和家庭的问题 因为我并不愚蠢地认为 只有家庭教会才背十字架 三字教会就是宽门 这个不是教堂门的宽窄的问题 建筑物宽窄的问题 从政府或者是政治上的逼迫 这一点上 某种层面可以说是三字 可能是没有逼迫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没有逼迫 家庭可能是在政治上 好像这方面受到了压力 因为你没有合法的礼拜堂 到处被碾被压 这方面是 但是除此之外 真正的基督徒 要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逼迫 不只是来自政府 我也说到了 那种十字架的道路 不只是跟政府的这种狭隘的理解 包括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你如何去攻克己身教身服务 面临着信仰的持守的问题 如何不惯着自己 教养着自己这种败坏的本性 这个问题是在三字里 在家庭里都不可逃避的问题 没有人能逃避 除非你是假基督徒 不然的话 你认真过信仰生活 你都不可能逃避这个问题 所以区分你是不是真假信徒 虽然我们不能说严格的 但是真信徒都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 无论是在顺境当中逆境当中 包括你内在的这种征战 外在的征战都要背的 所以在上帝安排很多不同的情况 试探压迫我们 越苦的时候越是催促我们 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 但是问题是很多基督徒 遇到很多苦的时候 他们不投靠上帝 不奔向上帝 反而不祷告 反而远离上帝 反而拼命靠自己 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挣扎 结果越挣扎越苦 上帝本来是想压榨我们 上帝若不压我们这个橄榄 我们就不能承油 上帝不压我们这个葡萄 我们就不能承酒 结果越压我们越硬实 越压我们越刚强 越靠自己 上帝的办法就是 直到把我们压碎 承认自己的无能败坏和软弱 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帮助 同时呢 加尔文牧师又谈到了保罗的例子 他谈到祷告的原因 他说到保罗教导我们 随时多发不住的祷告 随时祷告 不住的祷告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 那这里面 为什么说到要随时呢 不论我们自己多么 这个环 多么顺利 周围充满了怎样的喜乐 我们的缺乏 没有一时一刻不劝我们祷告的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什么环境 你过得多么顺利 有多么喜乐 环境好像平安 但是仍然有缺乏 不管是外在的物质的问题 灵力的缺乏 对不对 即便你生活条件好 你什么都不缺 但是你仍然是灵 灵魂贫穷 灵力这种缺乏 不能因着你外在的环境 就可以满足的 对不对 总有缺乏 所以这些缺乏就催逼我们 劝明我们要祷告 即使是酒肉迎门的妇人 若不是神不断的恩惠 也不可能尽一口饮食 没有神恩典的托起 他也没有胃口去正常的吃饭 所有的正常的生活 不是自然而然成的 都是上帝的恩典的维持 托住 孕育 扶持 引导 使我们正常 上帝如果稍微撤回 他的恩典和保守的话 我们的胃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没有办法正常的 胃口和消化功能 如果上帝不托住 我们可能睡眠都没有办法正常 如果上帝不托起 我们可能站立都很难 呼吸都很难 视力都很难 思考都很难 所以我们以为自然而然 一切都理所当然的事情 背后很多都是上帝在 护理托起我们 当我们看到那些特殊的例子 他们的功能 失去正常功能的时候 无法正常生活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健康原来是一种恩赐 没病就是赚着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上帝可能会提醒我们 借助各种 当然有多重的智慧安排 借着各种生老病死提醒我们 这一切都是赏赐 不是自然而然的 也借着我们提醒我们 罪给我们带来的 何等的败坏和邪恶的后果 如果罪没有进入这个世界 可能也不会有生老病死 疾病痛苦 所以越发地激发我们 去寻求神的恩典 意识到我们随时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的气息 心跳 虽然没有心脏辅助的这种脉搏 心脏辅助性的这种设备的装备 但是可以很自然正常的跳 这一切都是恩典嘛 如果我们想到每时每刻 有多少危险 悬在我们头上 我们意识到没有意识到的 其实我们活在 处处活在这种危险当中 危机当中 大家可能看到了 这个死神来了这个电影 日本拍的这种戏类 去日本拍的也有 美国拍的也好 总之呢 这种意想不到的这种 悲来的横祸 那你说这是可能影视作品 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 对不对 有些视频是 他们走在大街上 有人就 酒驾 突然就越过隔离带 直接创到那个人身上 无缘无故就死掉了 或者走在旁边的一个什么 建筑拉建筑垃圾的大卡车 突然爆胎 卡车倾倒了 就把那个人完全埋在里面 死掉了 我们看到这种偶然的事情 我们就想到 我们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 给我们很大的冲击 人的生命何等的寸弱 我之前也跟大家谈到 我那个小学同学的那个经历 四年级的时候就突然死掉 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 那还有一些事情 比如说在特别巧妙的就没死掉 我们说他命大等等 那个车翻的那一瞬间 结果他就幸免于难 甚至车创到他 他被翻滚到车棚顶上 坐在那 摩托车翻了滚了好多遍 然后人家创到那摩托车 摩托车翻了很滚边 那个人竟然翻了个跟头 又站在那了 或者说这个倒下的建筑 他就在倒下那一瞬间 就穿过去了 这种情况 我们觉得他命大幸运 但是这个背后都是一些神的护理 至于上帝 为什么让那个人砸死 让那个人巧妙的 甚至有天使帮助死的 那样的存活下来 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但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以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待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感受 你有没有想到 我们在走过的每一个路上 其实背后发生了很多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被上帝屏蔽掉的那个危机等等 有些事情是神允许闯入到我们生活 我们意识到了这个危险领导 其实四面充满了危机 自从人败坏多落以后 我们走人行横道 遵守交通法则 但是我们怎么能敢保证 所有的人都精神正常 会正常遵守交通法则呢 没有酒驾 闯红灯的 性急的 怒怒怒怒怒 脾气不好的 发脾气 这个发怒的这样的人嘛 对不对 很多这样的例子嘛 对不对 公交车司机因为伤害 就开着公交车就闯下 开到江里 开到悬崖里 我们怎么敢保证 我们乘坐的那一个 公交车的司机的精神状态 保持正常 或者是公交车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那个不抱胎 一抱胎 滚到悬崖下 或者说这个大桥下 想象不到的 对不对 我们怎么敢保证 我们乘坐的那个地铁 不会塌陷 有很多 如果我们稍微敏感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 到处充满了恐怖的可能性 但是没有人那么生活 不然的话我们 就没办法幸福的生活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思考 潜在的危险 选到我们的通常 那么惧怕自己 那样的恐惧 实际上是在催促我们 无时无刻要依靠神 我们活着本身就需要 恩典的保护和维持 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 一切不是我们祖上 什么积德了 我命好 点高 或者我厉害 你看我都避过了 没有那样的事情 都是上帝在暗中保守 时时刻刻需要 上帝恩手的护臂 上帝允许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 给我们求告他恩典 依靠他恩典 让我们投靠他的护臂 去经过水火的机会而已 上帝让我们没有经历的患难 其实都被神屏蔽掉的那些患难而已 所以要随时祷告 随时意识到我们需要神 依靠神的这种概念 不只是一般的事情上 甚至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 我们感受到许多的罪恶 难道这种 难道允许我们平静安稳 不哀求神救我们脱离罪和刑罚吗 外在的环境好像平安 躲进沙漠是没有城市明红灯的 红灯区的诱惑了 没有什么大长腿美女帅哥的诱惑了 没有物质金钱的诱惑了 没有豪车豪房攀比的诱惑了 在旷野里面都有野兽 蝎子 花草 树木 小鸟 但是我们内心的世界里面 谁能把魔鬼和败坏性 排除在我们生命之外呢 在旷野里仍然有各种邪恶的欲念冲动 城市里面刺激我们的那种机会少了 但是在旷野里面 我们里面的败坏性 仍然有很多的诱惑 所以无时无刻 在属灵方面 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贫乏 需要去寻求神的恩典 试探何时与我们修战呢 没有对不对 喘气的那一天 试探就不会休止 使我们不必去迫切地盼望神的帮助呢 没有 那样的时候没有 死人不会有试探 死人也无需要 这个尸体也不需要再额外的寻求神的帮助 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自己需要的这种意识了 没有这种对自己需要的意识了 另外为了神的国度和荣耀的热心 更能不断地催促我们 叫我们不住祷告 为什么 你要遵行神的旨意 你发现神的命令 我单凭自己没有力量 你要顺从神的旨意 你发现你要攻克己身 要面对穷乏 利诱各种试探危险 仇敌的攻击 付代价 力不能胜 你需要祷告 依靠神啊 给我恩典 让我能够胜过 就越发需要 所以我们这种软弱的贫穷的 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的 一般的领域 还是属灵的领域 我们都是需要依赖神 这种依存性的存在 就像我们的肺依赖空气一样 氧气一样 我们这个人依靠需要水 光 阳光 雨露 食物一样 我们活着本身就要不断地依赖神的恩典 所以祷告是一种活着的常态 活着的一种特征 呼吸 心跳 活着的特征 因为活着的人 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需要 一时时刻刻就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 寻求祂的帮助和怜悯 因此呢 主常常吩咐我们要引擎祷告 不懒惰 不间断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加尔文牧师在这里面说明 这里面不是他要教导横切祷告的内容 因为横切祷告这个题目后面他要教导 这里面说到 就是我们 圣经提醒我们要不断的 不断祷告的这种必要性 为什么要不住祷告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时常处在危险当中 需要当中 时时刻刻感受到自己的软弱 无能贫穷 需要 所以才不住祷告 这上帝让我们不住祷告乃是提醒我们不要懒惰啊 我们本性里面就习惯于懒惰 所以上帝就不知不用这些需要来提醒刺激我们 让我们保持警醒 保持应勤 时刻让我们意识到这种关注 所以你那些心灵贫穷的人 常经忧患的人 正是上帝恩典保守的对象 虽然在患难忧愁面前 很多人离弃上帝 但是真正神的儿女呢 上帝是借着这些不断地刺激他们 让他们保持活力 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需要 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依靠他 因此这样的人 因此这样的人呢 他们就更能够更多地经历到神的恩典 感受到神的恩慈 所以他们可能会对神有更多的爱依赖和感恩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没有改变的话 我们可能像不信的人一样 我们所追求的 当然这是所有人 不管是信的不信的这个本能 都渴望一切平安 富与横通对不对 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就像圣经所教导的 我们刚才所讲的 按照我们现在人的本性 如果给我们这样舒适的生活的话 我们真的就败坏 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待于去 不断地更新和捷径的这样的 余下的成圣的工程还在 所以从这个层面 基督徒应该从理性上 从信仰上 拥抱 喜悦 患难才是 虽然我们的本性当中 肉体受苦 这个人没有人说 这个变态到一定从享受患难 像我喜欢用的那个 这个 他叫什么 乌央风 达到一定程度就是狂喜 在患难当中还能狂笑 除非是认识恩典 经历恩典的人 才能够以苦难为悲 以十字架为乐 因为不是苦难本身 使我们感觉到快感 而是信心和盼望的人物 基督因那个盼望 知道他受苦之后 一粒麦子若不死 死了之后带来 结束丰盛的子力 所以他就轻看羞辱 摆在前面的盼望 就忍受了十字架 摩西因为盼望那个 看到与基督同受苦的荣耀 所以就轻看了 在地上的苦难和羞辱 所以就甘愿放弃 埃及的一些特权 宁可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 对不对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和盼望的话 没有人喜欢苦难 而我们因着信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 这个败坏的人 如果一旦舒适的话 就不可能长进和败坏 不可能这个殷勤 所以我们应该感恩 上帝时常照着我们的软弱 时常刺激我们 让我们不得不 甚至借着各种患难 压迫我们 使我们迫切地意识到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吸引我们 要求我们去祷告 借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经历到 他的恩赐 他的应答 他的护辟 经历到他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大家在韩国 作为寄居客旅的 虽然相对来说 可能在国内不一定好 你别以为你在国内很好 在国内是 租房子不需要花钱了 住老爸老妈的房子 做饭不需要压力了 生活不需要压力了 语言没有障碍了 甚至没有什么 这个被作为外国人歧视这种 但是有其他的苦 就业的苦 你可能不适应中国的 很多其他的患难仍然有 但是作为外国留学生 作为在外国生活的我们 肯定会有不同于自己国家的 一些额外的苦楚 那种思念 那种外地人 作为流浪人 寄居者的那种孤独 或者微妙的那种心理的感受 再加上一些遇到一些素质差的人 可能再给你几句话 给你点脸色 给你点加点料的话 我们可能会觉得在这里很苦 但是即便如此 作为留学生 作为工作者 作为结婚等等 我们目前生活当中所遭遇 一切的患难 苦难 不仅是自然 理所当然的 更是上帝同管万有 精心设计安排的 为的是要在我们身上 做手术 给我们做外科手术 内科手术 更新改变我们 所以当我们与遇到这些 疾病 患难 麻烦 揪心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只是定睛到 环境本身 某某人 人品不咋地 某某人就坑我 害我 不错 判断的对 但是上帝为什么 借着一些人的软弱和坏 或者是事 麻烦事 是要把我带到神的面前 让我更加专注他 把我的需要 臣命给他 吸引我 邀请我 与他对话 吸引我 邀请我 来到他的面前去祷告 来到他神作的面前 进入他的至圣所 与他亲近 向他清心土意 这一个法则 实际上是完全除去了 祷告中那种假冒为善 向神说谎 这个法则要求我们真诚 意识到 真实地意识到自己的需要 真诚地来到神的面前 带着热切迫切的态度 寻求神 而不是无关痛哑的 不痛不哑的 行事的 不冷不热的 表面的 公式的 而是真的 真实地来到神的面前 为什么 你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困境 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有限 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就把一切的伪善 和虚假都撇除了 这个法则已经限制了这样 真诚地 热忱的 认真的 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就会排除一切的虚假 行事的 不走心的 伪善的 祷告 所以神呢 他应许说 他要亲近那些 在真理当中求告他的人 十篇一百四十五篇 十八戒 约翰 使徒约翰也教导了 你们若按着他的旨意求什么 父就必因我的名应答你们 只是在真理里面寻求他 求告他 不同于一教徒 那种随心所欲的 大胆的 在神的神明面前 吩咐 支配 操控神明 成就他自己的 随心所欲的欲望 并且宣告 注意我加黑了 应许 与那些 真理中 按着真理 在真理中 恳求他的人亲近 也宣告 或者说 命令吩咐我们 尽心的去寻找他 一历明书二十九章 十三解到十四讲 应许 与这样的人亲近 吩咐我们 尽心的 全心全意的去寻找他 因此 我们 就应当 除去那些污秽 不应该 以自己的污秽为乐 为什么 那些心里面 以罪为乐 充满污秽的人 就不可能 真的渴望寻求神 只有那些 爱慕真理的人 才会 远离罪恶的人 才能渴慕神 这是属灵的定律 心里面 被荆棘杂草 今生的思虑 前残的迷惑 挤住了 那个道 种子就不能结果 爱世界的心 有人如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心中已经被 偶像 私欲 污秽 占满的人 即便上他头脑知道 祷告 但是他心也不愿意 祷告 也不爱慕祷告 也不爱神 也不爱礼拜神 也不愿意过信仰生活 这就是法则 我们人这种存在 里面 这种心 我们只能依奉一个主 就像我们正常的心灵 除非我们是情场高手 不然的话 我们只能爱一个人 爱上帝 爱一个爱人 真正爱的人 一个人不能依奉 两个主 就是这样 心里面爱慕罪 爱慕污秽的话 必然会使我们 没有余力去爱神 不能渴求他 所以那个真正合法的祷告 必要条件之一 就是悔改 你要真正的悔改 祷告吗 必要的条件 就是悔改 注意哈 这里面我额外插一句 救恩派 或者类似于救恩派的 一些主张 他们是否定基督徒 需要悔改的 这里面的悔改 不是你 人生第一次转向上帝 从悖逆转向上帝 转向基督 这种悔改 转折 而是说基督徒 信仰生活当中 持续的悔改 谈到祷告吗 祷告就不是 跟非基督徒谈吗 是跟基督徒 过基督徒生活 行走天路的人 说祷告吗 对不信者不谈祷告吗 祷告的必要条件 就是悔改 所以基督徒 信仰生活当中 要常常反省 意识到自己 因为我们常常 得罪神 意识到的 没有意识到的 所以常常反省自己 去在神的面前悔改 求主解净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思整理 那你说一次赦免 永远赦免了 一次赦免 已经脱离了罪 已经不被定罪 罪不是已经 得到解决了 不错 从脱离定罪 从脱离定罪和 成义的角度 我们已经脱离了罪 但是问题是在 继续跟上帝关系当中 进行的时候 我们实际当中 还犯很多罪 从成圣的角度 圣化的角度 我们需要悔改 意识到自己的错 去对付这个错 在神的面前去告白 求饶恕 这个是必要的 所以救恩派 或者是有一些异端 他们就拿救恩的确据 基督已经完全救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的缘故 所以就否定了 圣经里面提到的 持续的悔改 或者是告白罪的这种必要 当然有的人还区分 悔改和成人罪是两回事 等等 这个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了 因此呢 圣经常常宣告 宣告或者是命令我们 神不追听恶人的祷告 甚至这些恶人的祷告和献祭 是可证的 不听 转耳不听律法的 他们的祷告也是可恶的 真言书里面说到 什么意思 我们要想真正过祷告 要留意我们的生活 那些封闭己心的人 会发现 神也言耳不听他们的祷告 那些用刚硬的心 激怒神的人 也会发现 神也决意 施行惩戒 管教 所以你心里面不爱神的人 你发现他也不留意 听神 对法 不听神的话 也的人 你们呢 这样的人的祷告 也就像打空气 当然 他持续悲逆 当他真的被圣灵光众 悔改的时候 他悔改的祷告 是神吹停的 在任意往为的情况下 神呢 给我这个 神给我这个 这样的祷告 就像水蒸气 遇到天花板冷凝 又重新变成 露珠 水珠 掉到地上 一样 没有办法 达到神的宝座面前 所以 悔改是必要的 悔改是必要的 我们和神的关系 和我们自己的 平时的生活 有很重要的关系 密切的关系 那以赛亚也警告我们说 你们要多多的祈求 我也不听 你们手都沾满了血 以赛亚说一章五句 为什么 多多祷告 不住祷告 却不蒙垂听呢 犯罪 常常犯罪 手里沾满了杀人的血 耶利米也说 他们向我哀求 我却不听 上帝不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吗 为什么上帝却说不听祷告呢 因为他们常常犯罪 不听神的律法 转去背逆神 真言书里面说 我喊的时候 智慧在街道上 在高处 在到处去呼唤 没人听 所以当你们呼求的时候 神也不听 以赛亚控告说 因为我的百姓亲近我 用嘴尘尊敬我 心去眼里 平时不爱神 平时犯罪 放纵 追求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私欲 自己的野心 神的旨意 神的主权 神的引导 神的荣耀 都甩到天边 然后需要的时候 开始撕心裂肺地去求告神 这种生活是可憎可悟的 当然神的儿女 有的时候 瘀完到一定程度 会有这样 但是你也别 因为你犯了那么多罪 就不转向神 转向神 还有希望 因为神最终还是 不会丢弃我们 他盼望我们悔改 是吧 他愿意怜悯那些 痛悔谦卑的人 这里面说 不听祷告 是那种伪善者 一方面不爱神 任意枉为 偏心己路 远离神 然后又表面出来 去嘴唇 去亲近神 心实际上 根本不爱神 这种伪善的礼拜和亲近是令神可恶的 可憎的 不听他们的祷告 雅各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厌烈当中 带着私欲去求 贪欲去求 根本不关心神的旨意 带着污秽和邪恶的欲望 在神的面前 像拜偶像一样 去吩咐神 支配神 操控神 约翰也劝解 你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祂得到 因为我们 我们所求的一切 就从祂的 因为我们遵行祂的命令 按照祂的旨意 寻求祂的旨意 注意祂的旨意 所以这样的人的祷告 在神的真理里面的祷告 是蒙声吹听的 所以祷告 不管是求的问题 还要留意我们 以什么样的姿态 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光景 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匆匆忙忙的 稀里糊涂的就 到一些公式性的话 行式性的话 口诀 要留意 我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意识到了 该悔改的就悔改 要明确自己的求 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 在神的面前祷告 做个小节 邪恶的良心 关上了神 听祷告的门 我们的心里 污秽邪恶的话 使上帝无法 听我们的祷告 不是上帝能力的问题 违背上帝的法则 上帝的属性 上帝不停 罪人的祷告 因此呢 只有那些真诚敬拜神的人 才能正确地道 或者说 才蒙垂听 因此 预备好祷告的人 每一个人 都应当对自己的罪恶 感到厌恶 并且存着可怜 乞讨者的心 乞丐的心态 完全贫穷 无助的这样的状态 来带着这样的姿态 心态 来到神的面前 然而人若不悔改 就不可能如此 除非我们时常悔改 归向他 不然我们就不可能 意识到自己的罪 因为已经刚硬到程度 在罪中享乐了 当圣灵光照 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罪 带着一种谦卑 无助 乞丐 乞讨者的这种姿态 心态 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好 我们以开头的那个定义 来做总结 在祈祷的时候 祈求的时候 我们必须真实地 意识到自己的贫穷 不是有口无心 真正认为 所求的一切 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或切 不是行事的 祷告伴随着 要获得所求之物 那种真诚 热切的 热烈的愿望 恳切 避免行事的 不走心的 包括属灵的 包括一般的 包括悔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